謝謝我們的趙昭偉 趙昭偉我請我們的經濟部 我們的省市長 好 跟各位委員報告 省市長剛剛有提出說 他有重要的會議先請假 所以現在是由副局長 那沒關係 那我們是那個李副局長吧 對 中衛局李正華副局長 那今天我們針對我們趙昭偉 提出來的相關的 這樣一個實化業的 這樣一個報告 業務報告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因為我們彰化縣 我們本來是一個 本來要去國光石化 要去在那邊進駐 那目前的話 那也被否決掉了 因為我們這些環保團體 餘力非常非常的多 那現在我這個 因為我們地方是支持的 這些環保業者是反對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就放棄了 那現在目前的話 我看我們各縣市政府 還有提出我們這個 自治條例的這樣一個制定 那因為自治條例的制定 針對我們這些業者 以後針對碳稅 這個地方稅 這個有他們的權益 這個我都予以的尊重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真的我們實化業者 把它真的把它推掉的話 推出去的話 推到國外去的話 那對我們的相關 我們這部分的產業 我們會衝擊到什麼樣一個狀況呢 跟委員報告 因為實化產業呢 大概我們的生活之中 遇到的一些產品 很多都是要做這種 因為由實化來製成的 那因此它上下有產業供應鏈 以及它的產值還有就業人口呢 是在台灣過去 將經濟成長中 一個重要的一個產業 那雖然它可能有些不同的討論 但是它在做創造就業上面 以及我們安全的前提保障之下呢 其實還是經濟發展重要的項目 那我想當審市長 在我們專案報告 以及前半的巡達 也有跟委員做報告 那副市長這個我們都可以接受 相對的我們在彰化線 在國光實化在製定的時候 它又要用天然氣 因為天然氣的話 這個污染鹽可能就降低的比較少一點 那以後的話 不曉得是我們的火力發電 或者是煤氣 這個部分的話 相對的那個污染鹽就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是在規範的部分 我們要把它規範好還是怎樣 跟委員報告 因為目前我們大概 國內的法令的符合上面呢 實化廠都會要求所謂的BACT 就是最佳的一個製程 來做這樣的一個 它的所有的製造的流程 那因此呢各種的選項 但選項的過程之中 有些因為能源的選項 它可能在成本上面 有不一樣的考量 但是要符合環保的法規 符合公共安全 以及勞工安全等等 這個都是在國內廠商 應該要去遵守的 那有安全的一個環境 才能夠把產鏈發展得更加 才能夠永續 所以不管是在台北 不管是在那個中部 不管是在南部 在這個部分 我們在法規的制定的時候 我希望說你們也要 真的非常的用心 去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法規的制定 縣市政府的前線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縣市政府的潛力 它不給你夠的話 那您這個 真的做什麼都完蛋了 就我們真的就是要把 60萬人的這樣一個勞工的這樣一個 我們這樣的一個就業的機會 真的就是會晚晚了 針對我們這些60萬人的勞工的就業的機會 那我希望說您在這個法規說清楚講明白 因為您消防法規不過的話 縣市政府的前線是非常大的 我們證照的法規不過 縣市政府的前線也是非常大的 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希望說你們在這個準備的這個部分 你們要好好的去考量一下 因為縣市政府它有考量地方稅 有考量到碳稅 所以在這個整個遊戲規則的話 我們也要去說清楚講明白 好不好 那我不曉得是他們真的 真的在照顧我們環境 或者真的在照顧這些利益 那我們都不予置評 那我尊重我們縣市政府的 這樣一個制定 好不好 那您請委 謝謝委員 謝謝 張委我們請我們的 那個 魏署長 好 我們請魏署長 委員好 委員好 社長好 社長 針對我們蘋果日報 在2月25號報導了 我們經濟部這樣一個檢驗集 搓檢出來的20項的塑膠的 這樣一個玩技的那個玩偶 20項 搓檢出來20項 那裡面就有那個高達12項是那個違規的 20項就是12項 這比例太高了吧 對不起 這個事情我本人 而且有一件事超標是190倍的 190倍的這樣一個 產品的這樣一個那個 經過這樣一個 是塑化劑嗎 塑化劑 就是塑化劑的含量 包括環境那個荷爾蒙的 這樣的一個管理計畫 我們在目前在推動的 這一個那個那個管理的業務 我們目前到 比如說環境荷爾蒙的這個管理的計畫 塑化劑的這樣一個含量的限制 那我們到底是我們整個機制 我們到底是 因為塑化劑的含量 環境20項超過12項 全部破落在我們小孩子 這樣的一個環境中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一個規範呢 我是不是可以先請我們環管處的同仁 就這個部分先說明一下 有沒有 然後盡快好不好 是不是我們主管 塑化劑我們這部分已經拉進我們的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內 但是針對這玩具的部分 因為它是一個商品 它這商品的部分 目前是屬於商品 就是因為商品的產生 我們環保署在管理這個塑化劑的含量 我們因為這個部分的是我們環保署來管的 那當然是經濟部的這個部分開花產業 那是無庸置疑 那我們在限制的這個區塊 那你們做了什麼樣的一個 幫我們的環境做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責任呢 我們目前是從源頭去做管理的 那我們塑化劑是管制它的源頭 那我們從源頭的部分去掌握塑化劑的量 然後防止這個塑化劑去 那甚至還有一項是超標190 190倍的這樣一個塑化劑的含量 塑化劑的含量 那學長 那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負責人他也講了 那您也應該清楚這樣一個範圍了 那您解釋一下吧 我們現在是對於這些有毒化學物品 我們是做登錄做源頭的管制 那麼哪一個 那你原料登錄了這個部分 對 他們別人拿去用 起自己的一個地方 怎麼用和製造什麼廠商有沒有超標 那您在這個部分是不是跟業者來共同 來約束一下 但我回去要了解這個案件 謝謝您提醒 我想我們對這個就院的角度來講 從源頭管制到後面什麼用 因為我這個也是在蘋果日報看到的 我希望說我們相關主屬的單位 您針對這個問題的話 也是非常一個敏感的問題 那您在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說你們也跟我們相關的單位 好不好 窗口 我想從行政議題的觀點來看 我們就回去來研究這個事情的後續發展 然後再來跟這個委員報告 那你們的請回 那個部長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的這個 我們到底目前有在推動 這樣的一個規劃嗎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在醫療器材會比較多 日常生活的用品會比較多 環境荷爾蒙 我們目前對它的流步也有做過一些研究調查 那我們這邊署是窗口做了一個環境荷爾蒙的一個整體的計畫 那每年都有匯整相關部會的成果 那後續的草案也正在擬定 那委員的部分我們會考量納金後續這個環境荷爾蒙的計畫 不是我的部分要考量納金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因為這個計畫已經很久很久 推廣很久很久了 那目前的話 我看你們還是一步一步在走 好像是鴨子在滑水一樣 還是有一點點的那個怠慢 跟文豹我們就是在... 那你使用最大量的 你使用最大中 環境荷爾蒙使用最大中的 您知道有沒有講過 是哪一部分 那個使用最大中的這個業者 目前還是以塑膠的產品內 算是一個比較大中的使用 這部分可能我再回去 因為這個主管的單位的資料 我可能後續再提供給委員這邊參考 不是提供給我做參考 我是說你在管理的這個部分 管理的部分 因為環境荷爾蒙它攸關到孩子 真的它像喝奶的奶瓶也是一樣啊 也是用到這個環境荷爾蒙的這個製造啊 你又不能全部都給它規範說 你一定要不要用塑膠的那個奶瓶 你一定要用玻璃的奶瓶 對不對 後續我們在... 我們是透過一個合作計畫機制 跟各部會這邊要求 那我們這邊在做後續 在做環境的一個監控方面 環境荷爾蒙監控 這個部分完全都暴露在小孩子的玩具 玩具的那個塑膠玩具的這個用品裡面 因為小孩子的用品裡面 很多很多跟我們的這個部分 環境荷爾蒙洗一洗的相關 那我們目前的話 我們都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規範 還這邊在推山主事 我不想你們真的是在這個部分的話 你要怎麼去管理好 這樣啦 它這個跟國民健康有關 就是您剛剛最關心的 那跟很多工業產品或我們家庭 小孩子的文件用品 這個不管是那個嬰幼兒 或者是那個國小的小胖 它的文件用品 或者是它的那個整個那個 它的那個塑膠玩具 這個都跟它都有非常許許的相關 環保署照法定來規定的話 我們主要管的是物質或污染物的環境流布 那剛剛談到這個是一些工業產品 還有在消費端使用什麼產品 所以這個部分確實不是我們所管 沒有錯 那但是你們在掌握的這個區塊 我也希望說你們掌握的好一點 方向好一點好不好 我們跟那個相關的合作單位 我們會去要求 然後我們盡量把現在已經掌握的數據 來提供給委員會的委員 因為你們他們的那個整個 申請的這些那個申請來源 比如說塑化劇的申請來源 或者是那個文化的製造 他們在申請的來源 你在末端 你只有這個數據可以看 這個數據可以看的話 你在生產的過程 你就可以去互相耶穌一下 雖然沒辦法像我們食安這樣的一個 非常急速的這樣的一個來改善 但是你也要一步一步有一個提成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好 這個議題很重要 再請書長跟相關單位